這禮拜要注意囉 又有一道封面要下來 今天呢基本上禮拜一是 還是西南風有海陸風環流雨還蠻大的 禮拜一晚上呢封面南下 然後從北部開始到南部都會轉為有雨的天氣 這個呢其實是一個南北風的交匯 這個封面系統這是一個典型的梅雨封面 預計都盤踞在台灣上空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很像是一個戰場南北風交匯 各地都會不穩定 那我也在這邊特別提醒大家因為過去這幾天 其實中南部 西半部都下了蠻多的雨 土壤都已經很飽和了 甚至南化水庫呢 都還這種溢流了水庫都滿了 這個時候要注意這個積淹水很容易發生請大家注意 那北部呢有一點降溫因為有一點北風會涼涼的要注意這個溫差 那西半部呢雨勢會蠻大的全台灣其實都有降雨啦 週四週五風面會減弱降雨會逐步的趨緩 禮拜五會更明顯一點點然後就轉為偏西南風的天氣 然後中南部呢還是會有雨勢啦 所以這個禮拜 相對之下下雨的機率很高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而且要預言防 這種所謂的中小尺度對流系統在台灣海峽發展起來 那事實上禮拜一呢也是夏至 這是國立的6月21號 夏至當天呢其實太陽就剛好直射北回歸線 所以這個時候呢今天來說的話 禮拜一就是台灣 這個北半球白晝最長的一天 過了這天開始呢就開始白晝漸短黑夜漸長啦 但是呢這個只是天文上的意思啦 跟我們天氣其實我們台灣來說的話 大概就是小暑跟大暑就是最熱的時候 現在呢已經很熱了但是真的最熱的時候還沒有到喔 那我們有一句話呢就是夏至烘胎就出事啦 這個時候夏至過的時候其實就代表 颱風在台灣就會生成影響到台灣了 請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一定要做這個平常要看我們蓬佩洛市官風向 那我們今天呢還是受西南風的影響 封面在這個地方 封面大概有兩段 一段在這邊 一段在東邊 東半邊這邊 其實這邊呢已經 要東移了可是這段呢其實會慢慢接近到台灣 預計呢今天來說的話慢慢開始 禮拜一開始慢慢慢慢封面就開始南下 整個封面呢就在盤踞在台灣的上空 就禮拜二禮拜三 甚至禮拜四也有一些些 然後之後封面會慢慢的一個北台 然後 開始慢慢就會減弱 那轉為偏西南風的一個環境 所以大致上呢這幾天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喔 那未來呢其實就要看說會不會再有封面 或是太平洋高壓犧牲 所以這個是下禮拜的事情 我們下禮拜在觀察 所以現在也還沒有辦法說 梅雨季就結束了喔 只不過結束的機率是相對的比較高 那台灣天氣呢 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今天這個 西南風呢還蠻旺盛的 預計呢禮拜一還是西班部有雨 那禮拜二呢禮拜三呢就是封面 開始南下 有沒有看到南北南風 跟北風齁就在台灣上空交匯 有時候一邊強一點有時候弱一點 如果一邊呢剛好這個 很強那就會起不來然後如果一邊呢就很弱 剛剛或是兩個勢力差不多就有中小指路 像這個就是中小指路的對流系統進來 所以二三四呢恐怕這幾天都會有 這樣的不穩定的條件在海峽發展起來 然後對流包會進來 全台灣西遊戲西半部都會有比較大的雨勢 所以現在來看的話這一波其實是不亞於前面兩波 這一波的降雨不亞於前面兩波 但是前面兩波是很乾的情況下 這一波呢已經很濕了 請大家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提高警覺 所以禮拜二呢還是一樣 慢慢的雨都會下 其實這次的雨都主要是西半部 然後慢慢慢慢全台灣都會有雨 一直要到 禮拜五才會慢慢的緩和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雨這個溫度上呢 北部會顯著的下滑 最低溫的時間點呢是在禮拜三 24到26度 跟這幾天呢 好熱喔 像夏天一樣是不一樣的 請大家注意 不要感冒了 現在這個疫情那麼嚴重 你感冒很麻煩的 請大家注意 這兩三天要注意 北部的朋友要注意溫差的變化 你看一個V字形 雖然 這樣看起來 就是變涼而已 但是說真的 這個你不注意的話 冷氣還是開很強 吹電污山的話 很容易感冒的 中南部呢也有一些溫度下滑 30度到28度 等於是會舒服很多 南部呢也是如此 但是沒有像北部那麼明顯 南部呢會整天都在下雨 所以 27 28 29度 所以這個 這樣的這幾天呢 跟這個到禮拜四禮拜五才會回溫 所以這個落差呢 非常非常的大 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今天是夏至呢 我們也特別 呼應 全球 世界氣象組織 全世界的一起氣象主播 在一起結合在一起 告訴大家這張圖 這個是台灣呢 從1901年 一直到2020年 每一年每一年的年均 劃成一條線 但這個越冷 越黑的就代表說比較 冷一點點 那這邊呢 也是屬於偏暖的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到 從2010年之後 過去這10年 溫度一直不斷的在上升當中 也請大家注意這個全球暖化的議題 這個是我們 這一代還有下一代都必須去面對的重要課題 最新的第一字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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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